最近,国家相继颁布2018版新婚姻法,放开三胎政策,以及人大代表提议婚龄将至18岁,女人们个个都炸毛了,至于原因是什么,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。 如果放开三胎,女人生孩子,一个,两个,三个,漫长的孕期加产假,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。 政策之下,没生的女人是烫水山芋,同等条件下自然是雇佣男员工后顾无忧。 从生理来说,女性最好的生育期就是这十年时间,而人生成长的黄金期恰恰就是这十年。 同一个十年,女人面临着生育和自立的两难抉择,无形的催花落手推动着男女就业骑士,赶着女人回家。 新婚姻法和三胎政策,一方面导致职场骑士加剧倾斜,赶着女性回归家庭,另一方面又不保护女性回归家庭后的权益, 法律与政策的不够完善公正是表象。 其实广大女人仇视婚姻暴露了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。 现代婚姻理念与传统家庭观念的冲突,在婚遇与自立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后, 女性保持单身,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。 香港作家易书在《胭脂》中说, 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,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,不过是她自己。 能够为她扬眉吐气的也是她自己,我要什么归宿? 唯一找回我自己,我就是我的归宿。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,民政局数据显示, 中国单身男女的人数已经近两亿, 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, 女性更愿意选择单身。 从这个层面说,新婚姻法杜绝了女人在虚幻的极乐中滑下去, 意想不到的成了一部女性独立的教科书, 催促女人像男人一样走上一条艰难而正确的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栏目